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林公子 我今年初写过一篇文章 里面提到一位女生借二十多万给闺蜜做生意 去年小公司倒闭了 闺蜜只还了不到三万 这是最近有了新进展 女生准备买车 因为知道闺蜜还有其他收入员 就问闺蜜能否先还一些 而闺蜜每次都说还不上 自己还要还信用贷 剩不下什么钱 回复的次数越来越少 间隔越来越长 终于在两周前 女生爆发了 直接冲上门冲到她家 对方说她咄咄逼人 她说对方欠钱不还 对方指责她告诉共同朋友自己借钱的事 侵犯个人隐私 她回对 你不还钱不要脸还不能说了 你还侵犯我财产了 大肆一场 极其难堪 这结局算是情理之外 意料之中 买下友情中最大的隐患 就是借钱出去 最后一感情最彻底的方式 就是借钱不还 而他们在一开始时 都随着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 悄然浓雅 我最近家里出了显示 你手头上有多少钱 要不真碰上麻烦 我也不会这么急着找你借钱 我打算做个小生意 你有没两万借我周转一下 前阵阵网络上有篇热文 说常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借钱开始的 许多人在借钱时才发现自己的孤独 看似有一大帮朋友 可是到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自己 确实 每个人难免遇到相互帮偿的时候 咬死不借钱 无疑太过无情 但我想说 没有任何约束的借钱 要比无情带来的结局惨烈一百倍 对于我来说 有些钱我从来不借 一 关系不熟的人 我曾收到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 他先添加了我好友 然后开始天南地北的海聊起来 问起我近况 果不其然 几句话之后 他开口向我借钱 金额不大 两千多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拒绝了他 他半开玩笑地说 老同学的两千都不肯借我呀 我回复了一个字 对 知乎上看到一句话 如果一个关系不太熟人找你借钱 就不要借了 因为他已经从熟人那借不来了 在我看来 一个人有了困难 首先会找亲朋好友 而找到我这么多一个多年没联系 甚至连微信都没有的人 实在想不通是啥情况 一来 彼此压根没啥情分 我差点连他名字都没想起来 二来 借钱给不收的人 初要儿子概率 比知根知底的朋友要高得太多了 何必呢 二 理由太奇葩 我同事的朋友 几年前想在现成老家买房 必须全款 总价52万 还差46万 问同事能见多少 这还要啥自行车 你刚才说还差一百万算了 明明只能买自行车 非要买坦克 消费插出自己经济条件的奢侈品 一旦成到了空手套牌人的好处 往往更不容易松口 我也曾借钱给朋友买房 但无一例外 他们已攒下一笔钱 再借点 踮踮脚 就能搞定首付 买房这种大事 对普通人来说需要长期的资金积累 一拍脑袋想买房 还是刚续房 再到处凑钱 我会主观认为 这人不靠谱 三 平房找人借钱 这位人有个共性 每次借的金额都不多 今天五百元 明天一千元 后天三百元 这年头 互联网借钱的地方 多如牛毛 花杯 信用卡 小儿借贷 三天两天 我找人借钱 除了当别人是免息提款期 似乎也没有其他理由 他们借钱做什么呢 多数是维持起 表面光鲜的生活 你在啃咸菜馒头 他的朋友晒LV 晒海岛游 难怪有网友感慨 身边只有那么几个人 借着你的钱 活得比你潇洒 可是有些钱 我不用你还 刚工作没多久 我曾借给一位 但学社友两万多 他弟弟被人撞伤 马上要做手术 这笔钱 几乎算是我当时的 全部集续 并非我人傻钱多 我借给钱给他的原因 有两点 相信他的人品 和救急 当然 勤奋是大前提 因为我知道 如果今天换我 即使用钱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 借给我 而且只要他有钱 也会马上还我 即便不还 我也相信他有苦衷 社友过了几桌 转了三千五给我 我说 你家里的事怎么样了 社友说 没事 工资更发 我也申请信用卡了 我说 那别急着还我钱 你后面估计 还有用钱的地方 社友说 放心啦 我不会和你客气的 我尽量今年内还掉 真正看清一个人的人品 不是在借钱时 而在借钱后 院士一开口 就能借到钱的关系 也要珍惜 再说一件比较特殊的事 我发小有个表姐 从小对发小很好 经常带她去玩 给她买好吃好穿的 可展大后 那位表姐暴露出一些缺点 比如虚荣 懒惰 爱说谎 表姐不喜欢上班 就想投资些小生意 三天两头像包括发小 在你的亲朋好友借钱 但投期取巧的方法 以各种不靠谱的项目 让表姐每次生意 都以失败告终 这几年算下来 发小借给表姐的钱 少则两三千 多则一两万 最多一次借了四万多 合计已超过十五万 不要做圣母 不要做好吃的担做的人 这些道理发小多懂 但她实在不想从小 照顾自己的表姐 一直这么陷在这个圈子里打转 总想着她能喜心革面 也希望她多少能还自己点钱 人情债也是债 是要还 可她还是有上限的 打个比方 别人借你一百块 要你还一百万 这肯定不合适啊 你顶多连本单里的还完 还好两千 你甚至可以给她一笔 准备打水票的钱 不用太还了 一旦超过上限 必须坚决收手 绝不可无止境地付出 我们借钱最怕的是什么呢 不是钱没了 而是不仅钱没了 朋友也没了 我曾看过一个样本调查 其中两个结果令人唏嘘不已 一方面呢 按时归还 足够还钱的人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另一方面 借钱不还后 有百分之八十人表示 表面还好 但已经不再相信对方了 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 选择完全断绝关系与来往 金钱面前 最好别轻易考验人性 对我来讲 有三个借钱的原则 一看钱分是否到位 二看人品是否信赖 三看有无还款能力 那么向别人借钱时 什么样的姿势 足以让别人相信你呢 我前阵子文章中 聊到一位富二代的前同事 资金周转时向大家借钱 堪称借钱的顶贩 他主动打借条 写明还款日期 主动提出支付利息 加上他原本就是一个 纵诺守信的人 很快就借到钱了 成年人的世界 白紫黑字的承诺 比勤奋更让彼此心安 最后有人过去说 你说得轻巧 你这样很容易没有朋友到 我顺便说两句题外话吧 首先我不需要太多朋友 何况不借钱 就和我翻脸的人 也不会成为我的朋友 其次 好人的弱点是脸皮太薄 反之脸皮够厚 到达绑架是坏人的必杀机 好人包袱太重的人 将活得非常辛苦 就像奇葩说里蔡康永说的 我们活久的时候会觉得累 我们跟自己说算了 明明满肚子委屈 还得小心些 为人家达事还钱 明明错的是他人 还得自我安慰 说真是断了吧 理性的善良 需要懂得维护与拒绝 就像前面那位 整天借钱的表辩 什么情况下 才能起行革命呢 只有当他知道 此路不通时才会 反之 只要他发现 借钱能赖场 只要有人走给他填坑 他就不会改 日子过得舒服 成功了 利益归他 失败了 风险归你 人家干嘛要改变呢 希望每个借钱出去的人 都能做个有底线的好人 也希望每个去借钱的人 都能做个爽快还钱的体面人 阅读到文章当中的2000块 我有深有感触 我的大学同学 然后在毕业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 后来因为我久居台湾的关系 他想做一些小生意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做生意 是卖一些跟台湾相关的 保养品之类的东西 因为他家有亲戚在台湾居住 所以呢 他想通过我 可以去帮他买到一些东西寄给他 让他可以在店里足以销售 我那个时候也有做代购 想说也不错 可以赚一些零花钱和机票钱之类的东西 就想要帮他 好了 你来我旺的寻价 整整寻了一整个月 都没有任何的下文 他并没有从我这里购买任何东西 并且嫌弃我这里贵 唉 生意不过就是如期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还OK 但是奇怪了 大概是隔不到三四个月吧 有一天他又开始跟我寻价 我还是有内心的替他去找寻不同价钱的商品 告诉他这样的价钱是如何 这样的价钱是如何 问着问着 唉 奇怪了 过了几天 他突然跟我说 他 店铺周转 需要借一千五百块钱 看我有没有钱借他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人 我如果换成以前的我 我应该可能会 想尽办法去拒绝他 可是又不知道如何拒绝他 可是那个时候 我因为长时间跟他接触 我突然发现 其实我手边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借他 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我一直都飞来飞去嘛 包括因为我帮人家代购 我本来就垫付了很多钱 当然有些钱是别人一先付了定金的 可是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勤奋真的不到 而且我借给他 钱真的会回来吗 考虑很多很多的部分 所以我并没有借他 从那之后 他就没有再跟我联络了 再过很久很久的现在 大约有四年了吧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来往 所以我觉得吧 借钱这个东西 还是跟文章中写上的是一样的 如果对方真的很应急 然后勤奋载 有缓缓能力 甚至能打欠条给你的话 再进行考虑 因为毕竟 白子黑子 真的比较安全 希望今天的文章 让你有起物 那么明天中午再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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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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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